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进入最后一章 人类的反叛 首先 让我们回到生产力的基本面 看看每个时代 人类都在反叛些什么 从农业到工业时代 人类社会整体上缺乏能量和物质 所以能量是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 在这个阶段 人类的反叛就是用各种方法 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能量 不管是用动物牲畜提供能量 还是用蒸汽和电力提供能量 底层逻辑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能量 生产更多的物质供人类使用 直到产生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信息时代 在信息时代 能量和物质 已经不再是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你会发现 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词是产能过剩 电子商品越来越便宜 吃饱穿暖 已经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了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能量和物质不再匮乏 所以才会出现信息科技 带来的虚拟经济繁荣 吃饱穿暖的人们 每天愿意花很多时间 待在手机连接起来的虚拟空间里 这个时候 通信成了限制因素 在信息时代里 人类再一次反叛了自己的宿命 一次又一次突破了通信的极限 让全球化的信息自由的流动 那到了现在的后信息时代呢 我认为 这个时代最大的限制不是别的 正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基因 地球上对人类最重要的信息库 并不是构成虚拟空间的计算机代码 而是我们的基因组 基因关系到了我们人类本身的能力 性格和最重要的健康 当你已经风一族时 除了追求家庭幸福事业成功 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不就成了最重要的目标吗 在一百年前啊 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是传染性疾病 在找到了抗生素 发明了疫苗以后 现在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 已经成了人类最大的威胁 所以我认为 后信息时代 物质风雨以后 人类社会进一步前进的最大限制 就是基因 要想突破这个限制因素 光认识基因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操纵基因 主动改造生命 总的看来 人类对基因的反叛 有两个主战场 第一个主战场 是增强生产力 这里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操作基因 让其他的生物 为我们生产蛋白质药物 另一种是修改动植物的基因 改变它们的形状 为人类生产更多 更好的食品 第二个主战场 是修复自身 人类大部分的疾病 都是先天和后天的基因缺陷引起的 我们操纵基因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修复自身的基因缺陷 增进健康 除了这两个主战场 我还会讲到 人类刚刚获得的改造基因的武器 基因编辑 这一讲 我就先讲讲 在第一个主战场里 人类是怎么把其他的生物作为工厂 为人类生产有用的蛋白质的 这个过程通常也被我们叫做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 顾名思义 就是把基因作为可操作的工程元件 从一个生物体拿出来 装到另外一个生物体里去 这个操作的目的是 生产基因编码的蛋白质 那怎么操作基因呢 如果用沃德软件 你肯定会操作 复制粘贴嘛 但是怎么复制和粘贴基因呢 这就要讲到1960年代 科学家从细菌里找到的一类 专门切割DNA的蛋白酶 这种蛋白酶是细菌用来对付天敌的 前面我们讲过 氏菌体是细菌的天敌 氏菌体会把自己的基因注入细菌 用细菌的营养来繁殖更多的氏菌体 细菌不会坐以待毙 氏菌体的DNA一旦入侵 这些DNA切割酶就会出动 把氏菌体的DNA切碎 后来科学家发现 这种DNA切割酶是一把非常好用的剪刀 有了这个剪刀 我们就能把一段DNA剪下来 装到另外一段DNA上 1973年 两个在美国旧金山的科学家 完成了这个实验 成功的切割和拼接了DNA 这个过程就被我们叫做 重组DNA技术 是基因工程革命的技术储备 有了技术储备以后 这两个科学家之一的 伯尔教授就想搞个大事情 在他心中 重组DNA显然不仅是实验室的黑科技 它很有可能是能产生 巨大经济价值的 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 还停留在生产化学小分子上 不能生产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是一种复杂的分子 远远超过了当时化学合成的能力 有了重组DNA技术 我们就可以把基因 装给一个能大量繁殖的生物 比如细菌 然后这个能大量繁殖的细菌 不就能像生物工厂一样 把我们生产蛋白质了吗 我把这个阶段定义成基因工程的1.0 就是把基因装到微生物里 让微生物来为人类生产简单的蛋白质 基因工程1.0能生产什么蛋白质呢 包裕教授心里想 也许可以把人的胰岛素基因装到细菌里去 在细菌里生产人的胰岛素蛋白 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 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原来这个胰岛素 需要从牛羊的胰线中提取 需要花很复杂的工艺去除杂质 而且给人注射的时候 还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如果能用细菌生产人的胰岛素 那就不会有过敏反应 应该会是更好的药物 不过这些都还是可能性 并没有付诸实施 因为他只是一个科学家 从来没有关心过 生物医药产业如何运作 就在这时 1976年 苹果公司成立的当年 也是在美国旧金山的湾区 距离乔布斯和沃子 创业的车库不远的地方 一个传奇的投资人斯旺森 拨通了包野教授的电话 两人一拍即合 成立了史上第一个生物技术公司 基因泰克 这家公司的愿景非常明确 就是用重组DNA技术 让细菌为人类生产蛋白质药物 基因工程1.0成功的起航了 说到这儿 我忍不住想讲点八卦 基因泰克公司成立以后 其他的科学家和商业投资人 也发现了这个商机 其中最重要的竞争者 就有前面我们提到的 哈佛大学的吉尔伯特教授 他是学术大牛 前瞻性的命名了 基因的外贤子和内含子 还参与研发DNA的测序技术 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杰尔伯特教授这么聪明的人 很快就发现 重组DNA技术潜力无穷 他一方面动员自己的学生 赶快把人的胰岛素基因 装到细菌里 生产蛋白质 另外一方面和商业人士一起 在1978年成立了 另外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剧情 Biogen百建公司 胰岛素竞赛开始了 一开始基因泰克公司 都碾压基因泰克 可就在这时候 万万没想到 一个学术之外的因素 竟然直接左右了学术的竞争 当时美国对重组DNA技术的限制 仍然非常严格 如果想从人体细胞里 分离基因 必须在非常严格的 第四级生物安全P4实验室里操作 操作人类的基因 必须全副武装 就像操作埃波拉病毒那样 无奈杰尔伯特教授的团队 在美国找不到可以实验的地方 最后不得已跨越大西洋 租用了英国军方的P4实验室做实验 没想到 用来分离人胰岛素的实验样本被污染了 租用P4实验室的一个月期限 很快到了 吉尔伯特教授 只能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与此同时 1978年 基因泰克公司宣布 成功的把人的胰岛素 转移到大肠杆菌里 并让大肠杆菌生产出了 人的胰岛素蛋白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呢 因为基因泰克公司 绕开了直接操作人类基因的 科科规定 既然DNA是化学物质 我直接从简单的化学原料合成还不行吗 他们找了一位合成DNA的高手 直接把ATGC的字符拼接起来 合成了人的胰岛素基因 而没有从人的细胞里分离基因 弯道超车的基因泰克 完成了人类的第一个创举 通过操纵基因 在微生物中生产出了 人需要的蛋白质药物 胰岛素 1980年10月 苹果公司上市的同一年 比苹果还早了两个月 基因泰克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1982年 基因泰克与大药厂里来合作的人胰岛素 通过了FDA审批 基因工程生产的胰岛素 作为药物正式上市了 这个基因工程生产胰岛素的故事 是不是很精彩啊 别急 这才刚刚开始 基因工程1.0 还不至于影响人类社会的走向 基因工程2.0就更厉害了 竟然能在动物里 生产人体最重要的蛋白质 抗体 这可是能挽救人类于水火的药物啊 什么是抗体呢 抗体就是免疫系统 用来对付外来病原体的蛋白质 每当病毒细菌入侵人体的时候啊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会把这些入侵者记住 产生抗体 这个机制超级强大的 小时候 我们只要吃一次 小儿积随灰质盐糖丸 这辈子都不用担心 会得小儿麻痹症了 因为机体产生了专门的抗体 遇到病毒 就会静止的去扫除它们 如果我们可以人为的产生抗体 那可是威力无比的武器啊 不过生产抗体可不简单 需要很多基因一起工作才行 基因工程1.0里 用微生物的思路肯定不行了 所以在基因工程2.0时代 科学家把人体免疫系统的很多基因 都装给小老鼠 把小老鼠作为生物工厂 为人类生产抗体 抗体药能治什么病呢 很多很多 最有名的是癌症 2018年 刚刚得了诺奖的肿瘤免疫疗法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科学家发现 癌症细胞上有一个叫PD-1的蛋白质 用来欺骗人体的免疫细胞 让癌细胞逃脱了免疫系统的追杀 为了拆穿癌细胞的伪装 科学家用癌细胞的PD-1蛋白质 作为抗原 刺激携带人体免疫系统基因的小老鼠 让它产生专门针对PD-1蛋白的抗体 这个抗体被注射给癌症病人以后 就能干掉癌细胞表面的PD-1伪装 没有伪装的癌细胞 就会马上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 并消灭了 就这样 用基因工程小鼠作为生产工厂 PD-1抗体成了抗癌的神药 当然 这个神药只是抗体药的一个缩影 抗体药物的销售额逐年攀升 现在已经超过千亿美元了 抗体药 毫无疑问是继化学小分子药以后 最重要的药物 有意思的是 与越来越便宜的电子商品不同 抗体药物 因为需要通过复杂的基因工程技术生产 目前还非常昂贵 总结一下 我认为后信息时代最大的限制是基因 人体反叛基因有两大主战场 第一是增强生产力 第二是修复自身 增强生产力的战场 首先是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1.0时代 运用重组DNA的技术 把基因装给微生物 为我们生产蛋白质 比如胰岛素 基因工程2.0的时代 我们有能力把人类免疫系统的很多基因 装到小老鼠身上 让它们为我们生产人类的抗体 作为药物 全面改观了人类的疾病治疗 最后我给你一道思考题 现在我们使用的抗体药 是把人的基因转给小老鼠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小老鼠的抗体 拿过来给人治病呢 下一讲 我们来看看增强生产力的第二个方面 转机农业 怎么为人类生产更多更好的食品 我们下一讲见